我最近搞了兩隻絲防豆蜜魯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聊一下蜜魯好了 蜜魯不念叫蜜魯 蜜魯應該念碧魯 我維基百克查的 蜜魯形狀長這樣 這邊是大西洋 這邊是巴西 上面是哥倫比亞 玻利維亞也在這邊 中間有一個叫安地斯山脈 安地斯山脈很高哦 海拔超高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地形 就是特別有意思 靠太平洋這一半部 它是平原的 在這個山脈的另外一側 是亞馬遜雨林 所以它秘魯這個地方 這種咖啡豆 它的地形變化很大 特別豐富的地形 有雨林、有沙漠、有高山 有沒有 有平原 然後呢 我這次弄的豆子呢 在蜜魯的什麼地方呢 你們猜 安地斯山脈在這 它是靠這邊 有點平原對不對 太平洋這裡 平原 卡哈馬卡有個故事喔 待會講 蜜魯這個名字怎麼來的 有幾種說法啦 其中一種說法是說 蜜魯這個名字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的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他是以前在巴拿馬的一個殖民者 統治者的名字 西班牙那時候不是航海時代嗎? 征服各個領域對不對? 巴拿馬被他們征服了嘛 管理巴拿馬那邊那個人叫做蜜魯 巴拿馬跟蜜魯 位置差那麼遠耶 為什麼這邊會叫蜜魯呢? 當然中間有原因嘛 什麼原因呢? 其中一個人很重要 這個人叫做 法蘭西斯科皮塞羅 我們叫皮塞羅就好了啦 皮塞羅呢 他是一個不認識字的人 資深子 西班牙在征服地球的時候 其中一個士兵士官長的小孩 就是他出生其實蠻低的 這個皮塞羅其實出生蠻低的 當然他長大了 他就加入西班牙的航海探險隊嘛 去征服各個領域啊 然後有一次他又走到巴拿馬這邊 那時候管理這邊的人啊 就是勸他說 你應該要繼續探險的 你不應該好像就停在這裡 就覺得巴拿馬那邊蠻舒服的嘛 後來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 就覺得 你這個皮塞羅好像蠻有能力的 可以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搞定 因為他企圖心很強嘛 小時候窮的人企圖心特別強 有沒有 求表現 所以這個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 就覺得哇 你這個人好像是可造之才喔 那我們這個西班牙帝國 應該要繼續往南擴充 往南就到秘魯去了 然後就當下就是簽了一個命令 你皮塞羅我給你一塊領地 然後但是你要去征服印加帝國 但是呢有個條件就是 我會給你糧食、船隻 但是呢 你要湊到250個人 跟著你一起去出征嘛 那當然皮塞羅就答應啦 他湊到250個人 可是你知道最後喔 他沒有湊到 他沒有湊到人耶 他只湊到180個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麼跟西班牙國王講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偷偷的 就說欸我們就出發了 你知道 他就帶著180個 當然你在這個路途中間會有一些損耗嘛 所以當他們抵達這個秘魯的時候呢 我們剛剛講的嘛 地圖長這樣 大西洋在這 就是唐海嘛 進入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區域印加帝國 馬哈馬卡就從這裡進去 然後那時候呢 他們已經折損到剩下169個人 然後其中有30個是騎馬的 祭兵 其他是步兵 你知道嗎 當時的印加帝國是一個很厲害的國度 為什麼很厲害呢 因為吼在這個馬哈馬卡秘魯這一塊區域啊 它是一個土壤很豐富的 可以孕育出很多植物的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開始種馬鈴薯 就是說你人類一定要吃的好嘛 你才有辦法強大對不對 所以在那個地方呢 他們就早期以前啦 古代就是有辦法產出很棒的馬鈴薯 然後養活印加帝國的多少人呢 印加帝國那時候有6、7萬個人 可是皮賽羅他只有幾個人 169個 那他怎麼攻克這個印加帝國的 你覺得咧 169人對上6萬人 他是怎麼擊潰印加帝國 而且把人家印加帝國毀掉了 怎麼弄的 你覺得咧 有點厲害對不對 他們剛進入這個秘魯的馬哈馬卡的時候 他們呢 身上不帶任何武器 騎個馬嘛 去看一下地形 可是為什麼不帶任何武器呢 他要取得當地印第安人的信任 沿路又發小禮物這樣 啊你好我們是來參觀的 觀光客的感覺 談貿易的這個概念 去跟這個印第安人交涉嘛 那個時候的印加帝國啊 他們因為他們沒有文字 而且那時候的資訊並不發達嘛 沒有人會跑到外面去知道說 哦原來你們西班牙人 已經征服了全球好多個地方 我們是下一個了 這個印加人完全沒有防備的心 你知道嗎 就是傻乎乎的認為說 哦你要跟我們做交易是不是 哦好那我們就慢慢慢慢慢慢 就把他們帶到跟印加國王見面了 你知道嗎 見面之後發生什麼事呢 講到這邊好玩嗎 好然後呢他們就騙嘛 慢慢騙慢慢騙 啊我們就發禮物啊 慢慢混啊混啊 啊我們要做生意啊 要談要跟國王談嘛 但是呢這時候 其實西班牙人心裡都有密謀啦 就是說哇我們一定要找機會 攻克他們 雖然我們只有這麼少人 可是這時候皮賽羅 跟這些169個人商量的時候 他說我跟你講 我們就把這些印加人幹掉 而且那時候他跟士兵唬爛說 他們人很少 只有3、4萬人而已 其實不只啦 可是3、4萬人其實就足以讓 西班牙人腿軟了嘛 欸169個占3、4萬 已經是天方夜談了 更何況實際上是有6、7萬嘛 好不管 反正他們就慢慢騙騙騙 一路騙騙騙騙騙騙到見到國王 見到國王呢 這時候皮賽羅就是 請他身邊的修士 拿聖經出來跟這個國王說 我跟你說 我們以上帝與西班牙國王之名 命令你們信奉耶穌基督 然後這印加國王就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我要誰是耶穌基督 我不知道 這時候這個修士就把聖經 遞給這個國王 那國王拿過來 剛才講了嘛 印加帝國他們沒有文字啊 他哪裡知道書是什麼 他以為說 哦!你說的那個很神奇的 叫耶穌基督的東西 就是這個嗎? 然後他也不知道怎麼看嘛 然後那個修士就要過去幫他 用他拿顛倒嘛 那修士要過去幫他 應該是這樣 然後這時候國王身邊的人就 覺得你這動作對我們這個國王是侵犯的行為 你知道嗎 要去制止他 他制止他這時候 瞬間就掉到地上了 打開了 打開 那印加國玩看 哎唷! 沒有什麼神奇的事發生啊 沒有神奇的事發生啊 你知道他唬爛嘛 騙我什麼 什麼這個裡面有很厲害的東西 對不對 我才不要信你那什麼耶穌基督 我要信我們原本的太陽神啊 太陽神一直在天上 一直保衛著我們啊 而且我們每天都看得到 對不對 你說這個我看不懂 其實有一點衝突發生嘛 修士啊 皮塞羅的部隊啊 一擁而上 抓住這個國王 秦賊先秦王嘛 就抓住這個國王 威脅他 說你要不要他媽好好的跟我們合作 要不然我們就把你幹掉 然後這個時候這個國王很害怕嘛 因為他們就把他關到一個牢房裡面 其實這個國王我覺得是 不是很夠聰明 因為西班牙比較文明世界一點嘛 然後這個印加帝國的感覺就是 比較封閉的比較傳統一點 就是他有害怕 他害怕他就跟皮塞羅他們談嘛 就說你可不可以放過我 我們卡哈馬卡有很多資源 不只是職務的 我們有金銀財寶 我用黃金把我的牢房放滿 然後你放我出去好不好 而且我出去之後 我會跟我的子民說 以後大家要服從西班牙人 這樣 你知道嗎 就這麼傻傻的 所以他就去準備了嘛 他就是吩咐下面 然後把他的命令傳達下去 說以後要服從西班牙人 然後幫我把這個牢房用黃金填滿 他下面的子民都是非常服從的 就是 那我們以後就是要服從西班牙人的指令嘛 所有的印加人就是服從這件事情 那你想說 他都已經做得這麼有誠意了 那應該放他出來了吧 沒有 皮塞羅是一個 很貪婪 很狡猾的人 我當然不能放你出來 我放你出來 然後你造反怎麼辦 你有6萬人耶 我只有100多耶 我怎麼搞 我好不容易掐住你一個小辮子 我怎麼可以把你放出來 所以他們就找個理由 一樣把國王殺了 而且用基督教的儀式 埋葬他 好壞喔 對不對 怎麼會有那麼壞的 一百六十幾個人 對上六七萬 說實在實力還是很懸殊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征服整個印加帝國的呢 很簡單啦 第一個當然是說 西班牙人那時候他們已經穿鎧角了 有騎馬 那印加帝國因為他們沒有馬 他們不知道馬是什麼東西 你真的要打仗的時候 印加人用跑的 然後西班牙人用馬 他可以很快速的就遠距離的資訊 這是一個獲勝的點 還有一個點也是很妙的 西班牙人其實帶來流感跟天花 你看印加帝國一直在一個封閉環境裡面 他們對外面的病毒 其實是一點抗體都沒有的 所以其實很快的 這個印加帝國的人就生病 都死了差不多了 於是西班牙人就攻克這個印加帝國 所以現在秘魯裡面 他們的人口組成啊 裡面有原住民25% 另外一個組成叫梅斯蒂索 它佔60% 歐裔的有5.9% 然後另外就是其他組成啦 這是目前秘魯的人口組合 梅斯蒂索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混血兒的 西班牙人跟當地原住民 生出來的混血兒 那這些混血兒呢 就叫梅斯蒂索人 這些梅斯蒂索人甚至到後面 他們還加入西班牙的原政隊 去征服其他地方 你知道嗎 這有點心的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喔 讓子彈飛有沒有看過 搶錢搶糧搶娘們 你看嘛一百多個人對不對 士兵嘛都男的 有沒有 去了就搶錢搶糧搶娘們 就把當地的女孩都處理了 然後就剩下很多混血兒 而且呢 混血的情況是嚴重 你看剛剛說的嘛 這個族群佔60%耶 混血的嚴重到西班牙國王會緊張你知道嗎 然後誒 這個混血兒的族群已經比我們西班牙人種還多很多了耶 所以他們後來還頒發一個叫做卡斯塔的條約 就是說 你的混血程度到底到哪裡 你有多白 你的位階有多高 這好像有點種族歧視對不對 為了自己的安全啦 要不然你的族群太大了 對他們會有威脅嘛 後來他們統治了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不對 西班牙的女人進入這個地區了 欸! 原住民不能跟西班牙女人 搞上的喔 有限制的 如果搞上 要把男的殺掉 這個講的有點遠了啦 我們應該講回咖啡啦 講那麼多古代的故事 給大家稍微瞭解一下淵源而已啦 就是說他們當初進入的地方就是 把哈馬卡進去的嘛 可以孕育這個印加文化呢 就是因為它的氣候特別好 空氣乾燥 海拔高 沒有什麼蟲害 然後土壤肥沃 對不對 要靠海邊海風來會帶營養的 可以種很多馬鈴薯 養活印加拉帝國 所以這塊土地是肥沃的啦 反正我們這一次進的這個 兩個私房豆呢 就是馬斯馬卡來的 好不好 就是西班牙人進入的這個 比賽羅 那個壞蛋 進入的點 那其實比較早期呢 他們秘魯啊 大部分都是種 卡杜拉 卡杜拉就是阿拉比卡的一個變種嘛 還有其他變種阿 Tipica、波龐啊 卡杜拉呢 它的特色就是 它產量很大 而且它可以很密集的種在一起 生果子生很多嘛 那如果你是農夫的話 你當然也想要種卡杜拉 可是呢 卡杜拉它也有缺點 它不是只有優點了 它可以生出很多 但是蟲子特別喜歡吃它 導致你種了 很多都被蟲子吃掉 反而得不償失嘛 然後呢 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講啦 秘魯的上面是哥倫比亞 哥倫比亞呢 那邊有個叫NFC的機構 NFC機構呢 它就是專門去培育咖啡的品種 然後他們那時候呢 就找一個叫Timo的品種 跟卡杜拉雜交 Timo是什麼呢 Timo是Robstar的變種 抗蟲害很強的 Arabica它有44對染色體 Robstar只有22對 感覺有點深奧對不對 反正就是Arabica的基因序列比較複雜 Robstar比較單純 所以呢 所以Arabica的花粉 碰到Robstar會結果的喔 所以他們就培育出一個品種 那這個品種剛剛不是說 他們其實是跟哥倫比亞這邊合作的嗎 所以這個品種就叫做哥倫比亞 所以哥倫比亞這個品種 他們就會變成怎樣 咦又抗蟲害 又有Cardula這個高產 兩個組合起來 咦它就被推廣出來了 推廣出來但是呢 味道比較不好 他們這樣配配 最後還是會演化出新的品種嘛 那這個品種叫做什麼 這個品種叫Castillo 那Castillo的特色是什麼呢 高產嘛 抗蟲害 咦味道這次進化囉 改善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次進的這支日曬豆 就是Castillo 當然它們是裡面會混Cardula 兩種品種混在一起 然後我們另外一支紅蜜處理的呢 是Tibica跟Cardula Tibica的特色就是乾淨優雅 我特別喜歡 那Castillo因為它裡面有點 有Robstar的血統嘛 所以它味道是比較沉的 然後又做日曬豆 所以這兩支豆子呢 我們怎麼烘耶 我的做法是這樣啦 我把這個蜜處理的呢 我們烘淺焙的 因為它裡面Tibica的味道優雅嘛 我們做淺焙的 表現它那個清爽的感覺 比較柔 那日曬豆 你知道這次的日曬 還在慢乾的喔 它本身就已經很強烈 加上它的品種 裡面有Cardula跟Castillo 就比較厚重一點 就是你在烘焙的時候可以 你做深一點呢 它原本裡面的水氣啊 裡面的味道會白掉一些 會反而讓它變得比較滑順一點 所以這兩支呢 我們就是都做淺啦 但是日曬豆呢 會稍微增賠一點 這次的日曬豆 我覺得超厲害的 非常的豐富 我已經很久沒有遇到 一個豆子可以讓我覺得 哇裡面表現真是 超級多彩多姿的 你知道嗎 Castillo這個品種 可能一般我們也比較少喝到啦 然後加上它本身血統的關係 本身就是磕掉比較強烈一點 我覺得是滿有意思的啊 這兩支豆子 這是我們這個月才進來的 好 這次我們進來這兩支豆子啦 它就發生在孕育古印加帝國的區域 欸!古印加帝國很厲害你知道嗎 他們應該是人類最早開始做那個 飲水道的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乾燥嘛 那要飲水幹嘛 飲水來洗澡 有澡堂啊 有溫泉啊 有各種資源嘛 然後現在其實大部分在秘魯的人 他們也是信奉天主教基督教啦 這就是我們秘魯的小故事 但是到近代呢 近代秘魯在幹嘛 在2012年呢 秘魯已經超越哥倫比亞 成爲什麼你知道嗎 成爲第一大的骨科鹼出產國 獨銷的銀劑 獨銷的銀劑很好看哦 值得一看的好不好 那個 艾斯科巴巴布羅 哇!我很喜歡它 我跟它學一些有的沒有的 伊亢利普塔 有沒有 毒品銀三角啦 哥倫比亞 蜜魯 玻利維亞 這三個 專門在產 古科鹼的 那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現在能喝到咖啡 我們應該要很慶幸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古科葉呢 它三個月就能收成 就能換錢 咖啡豆呢 種下去 起碼要三年 才會開始結果 而且它的銷售上面的獲利 並不會像骨科鹼那麼高嘛 所以願意種咖啡的農夫 我們是應該尊重它的 好嗎 這是我們蜜魯咖啡的一些小故事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就聊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哦 記得訂閱按讚 然後呢 怎樣 把這支影片分享給 那個喜歡蜜魯咖啡的朋友 如果他沒有喝過蜜魯咖啡 也可以分享啦 反正就分享就對了 OK 拜拜